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盟點評,我是仙迪 德國海軍護衛艦巴佛利亞號 星期一出發前往西太平洋 途中將會穿越南海 是德國近20年來首次派軍艦到南海 分析認為德國期望通過軍艦巡航 顯示和盟友一起關注印太局勢 預料會引起中國不滿 德國海軍護衛艦巴佛利亞號 從北海軍港威廉港啟航 展開長達半年的印太地區之旅 途經澳洲、日本、南韓和越南等國 預期今年12月駛入南海水域 但不會進入台灣海峽 總理默克爾一度要求巴佛利亞號順路訪問上海 不過中方至今未有回應 德國外交部長馬斯強調 這次任務目標是和夥伴國家一齊 維護國際法和印太地區的安全 他又說未來的國際秩序由印太區域決定 德國因此派艦前往維護 並與日本和澳洲進行安全對話 中國和多個國家及地區在南海長期有主權爭議 美國一直嘗試以軍事威脅手段 壓制中國的擴張行為 並呼籲各盟友予以支持 除了美國之外 法國和英國也曾向該海域派出航母戰鬥群 德國之聲報導 對於海軍力量日漸疏弱的德國聯邦國防軍來說 能夠執行遠航使命的艦隻有兩手 其中包括1996年投入使用的巴佛利亞號 明鏡周刊分析 巴佛利亞號今次出行亞洲是一種政治信號 一方面美國和其歐洲盟友 一直期望德國更多參與亞太事務 另一方面澳洲、日本和南韓 亦期望德國作為價值觀夥伴 能展現更多團結精神 更重要的是 德國亦想告訴北京 德國會認真捍衛航海自由 值得留意的是 英國、法國、日本、澳洲和新西蘭 近幾個月都在太平洋海域增加軍事活動 以抗衡中國的影響力 一向主張與中國進行密切經濟合作的德國 是否會加入聯美制中的戰團呢? 有意見認為 德國只是配合美國和盟友表態 實際上作用不大 今集就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